近日,刘诗诗登上红袖杂志的封面,杂志形容他一头撒爽短发状态好到发光,大片在意大利的海滩拍摄,是视频妃独自工作,她的丈夫吴奇隆一直陪伴在身边,称不离驼,就像他们那些机场牵手照一样,不是表演给大家看,而是日常本就如此。 刘诗诗这几个月,他跟老公到处飞,回台湾潜水到英国陪吴奇隆进修,而这次的意大利拍摄仍然是相互陪伴,休息期间,刘诗诗不让自己看任何剧本,因为只要看到自己喜欢的,他就会忍不住接戏,说好了休息就得休息,为了不让自己动摇,他干脆什么都不看,有限自得。 拍摄期间,吴奇隆时不时拿出冰淇淋或者饮料,默默用眼神询问妻子是否吃喝,一旦对方点头,他就一个箭步冲上前投胃,简直就是把妻子当成女儿一样冲。 近日,高圆圆晒出一组闺蜜五人团度假照片,并配文,二十二年了,你们还是我眼中最美的姑娘,并爱抖了剩下四位闺蜜,照片中,五位姑娘头戴五瓣花,身材苗条,面容清秀,躺在游泳池边闭目养神。 夏日,长裙色彩缤纷,构成了一道迷人养眼的风景线。 高圆圆还别有用心地拍出一张五朵花的照片,象征五位姐妹的友情,在沙滩上也留下五个人曼妙的倩影,网友们纷纷感叹,都美到了,称其为五朵金花。 高圆圆的粉丝们也表示,高圆圆才是我们心中最美的姑娘。 日前,高圆圆现身北京机场,她身穿墨绿色长款风衣,搭配牛仔裤的时尚大气,黑超遮面兴犯十足,四行走的画报一般上镜,还不忘给粉丝签名,超级亲民。 其他国民闺女关小彤,最近的她正在和陆韩拍摄电视剧,不少网友还特地露透了她们吻戏的剧照,很多陆地夫妇看到她们的吻戏还特别难过了一下,不过不少网友还指出,关小彤她不是不拍摄吻戏吗? 有网友觉得关小彤今年都已经二十岁了,拍摄吻戏也正常,她也不是当初那个未成年的小童型了。 可问题就在于关小彤她使七岁的时候和韩国艺人李同建,在出演网络剧,老师晚上好之中就有吻戏了。 可后来她和张若云合作九州天空之城的时候,拍摄吻戏的时候就用了吻戏,当时这件事情还引起了不少网友的认议。 关小彤的父母当时还出来维护女儿说,你什么眼灵断就该做什么事情,对于一些大情大爱的戏,你没有那么阅历。 可现在和陆寒拍摄吻戏,这次是来打脸吗?当初用吻戏的时候,让满主角张若云也是很尴尬,如今换成了陆寒就没有用,确实有点意思啊。 日前张一星的一组时尚高腰童年萌照被曝光,三照照片依次记录下了张一星一岁三岁七岁时的模样。 照片中的她皮肤白嫩,五官秀气,人情乖巧,还有一对弯弯的笑眼,甜度可爱度都已爆表。 在一岁的写真照上,张一星身穿背带裤,手指点着下巴,盗着一双圆溜溜的眼镜,十足带萌相。 工作室还特地在微博上配门,高腰,哈伦,背带裤,灰肠花式,风趣地调侃了一把一岁迷你星的衣着。 粉丝们也都被动笑,表示,原来张总一岁时就已经如此发誓。 张一星的这几张童年照,一经贴出,立马蒙翻了一众粉丝。 朋友们对比张一星儿时和现在的照片,总结出她的样貌还有梅雨天的神态变化的并不大。 很明显从小就是个帅哥的配子,都说小时候好看的长大就会变丑啊。 一星真是从小好看到长大,这不科学。 能够有机会看到不同年龄的张一星的样子,从中一起感受她的成长,令粉丝们感到十分满足。 甚至已经开始提笔写迷你星小小星小行星这三兄弟的小机场了。 还有粉丝写下了最深情的留言, 你的过去我们没有参与,你的未来我们与你同行,也只用攻击起了一波又一波的表白热潮。 据台湾媒体报道,日本国民天团SMAP宣告在年纪解散, 有传经纪公司杰尼斯事务所已和NHK签下五年合约, 安排其下一人担任红白歌唱大赛主持人,SMAP到时是否将在红白最后合体, 也成为外界关注焦点,只是就有消息指出, 相取无慎对于在红白合体一事态度强烈反弹, 追根究底就是因为他不满木村拓栽, 在年初传出解散风波时, 选择独留吉尼斯, 舍弃与他们奋斗多年的经纪人泛倒三支, 相取深吾与木村拓栽心结难解, 更有日媒指出,相取深吾呛名, 若要他上红白, 那个人问我下跪可以考虑一下, 而当画中的那个人指的就是木村拓栽。